講到說林醫師 你別看白雲 看起來就是八字很硬 很陽剛系那種 可是其實他也有 會害怕的時候 所以你曾經多次被三太子預言 你這一輩子會有車官 所以你其實是 秦官 還有A官 A官是什麼 北海道 我只到北海 我沒有到日本好不好 因為機票買不起 秦定北海道 秦定北海道 對啦 所以後來你真的有很 聽這個話 你才一一畫水為宜 老實講一開始 那時候我才 我還沒當藝人 那時候是秦定北海道 不是 北海道之後了 然後後來我接觸中將 我是一個很貼心的 我沒有在信這個 因為我只相信 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 那時候 太子也 三太子也很好心 那時候跟我講說 你要注意喔 今年的過年 尤其在農曆年 你大年除夕回到家裡之後 你是那個王彩樺的舞伴 那個三太子來跟你講的嗎 不是啦 人家真的嘛 人家我有一個 招財武風麒麟太子 以前啦 以前 現在一樣 現在也是我的長官 那那時候呢 我接觸宗教的時候呢 就是第一個就是 讀到三太子 然後後來 我平常絕對不會去問神明說 我有什麼事情 我有什麼事情 真的有事情 神明一定會來跟你講 畢竟我當時也是 幫他處理很多盛事的嘛 就是 我盛爺 你穿綠的 他穿紫的那個 對啦 那時候很紅耶 好多藝人還去耶 對 那時候 很紅 那時候很多藝人都是主委 我們那邊有主任委員主委這樣 然後那個太子跟我們講 他跟我說 你過年的時候 除夕回到台中家裡之後 你車子給我擺好 一直到大年初五 你都不要去碰那部車 我說 我開車 就是要去哪裡 朋友那邊玩 去哪裡玩啊 他說 你會有車關 那我心裡也半信半疑 那我出去 大年初一 初二 初三 要出去 都搭我朋友的車 後來我們要去南部玩 去我另外其他的同學他們家 等於去 去拜年 拜年 真的 好是嗎 真的 不是在高速公路啦 是下高速公路 因為高速公路為什麼不會發生事情 因為高速公路塞車嘛 所以車速很慢嘛 所以不會發生事情 那到了譬如說 鄉下的時候 有時候那一些 譬如說我朋友他們住的老家 是類似那種產業道路什麼 真的跟另外一部車子 插撞 是插撞而已 只有頂多那個什麼 腳燈 大燈這邊破掉 大家想說過年嘛 就回拍誰 不好意思 那誰錯比較多 那我就賠你三千塊 就不了了之了 這事情就沒有了 大事化小對不對 對 小事化五嘛 那就OK啦 所以那我在想 如果我是自己開車或怎麼樣 會不會比這個還重大一點 那我就自己寧可信其有 對 好了 後來第二次呢 是我當 我已經當藝人了 然後那時候我 我名文奇妙 你怎麼能當藝人 因為當時的藝人都太帥 太俊俏了 難得像我長得那麼老實的 那麼莊嚴的 不多 不多 真的不多 以前的是都這種 對 這款的 對 都像演奏這樣 你看這款的 後來是越來越開放 那個情定北海岸 那個是有吸引到大家的注意 然後又這麼OK 然後可以也上電視的 好 接了下來 而且你不要看白玉 他現在是胖 他剛出來的時候還滿帥的 不是 獨立 你不要跟我二哥這樣講 因為二哥永遠不認同弟弟 是多帥 你知道嗎 再怎麼樣就是他最帥 對不對 加憲君才演奏 對 那沒話說 對 好啦 快說 30歲怎麼辦 30... 30... 後來我當藝人了 然後呢 你一定要強調這一句就對了 對... 再有一次呢 我們當時神台那邊辦完事之後 我們就會跟 神明就會嘱咐我們 這些公理的這些 幹部們 這些職事有什麼事情 還要注意的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這三個月開始 記住 你開車一定要小心 而且你這個車關 你會碰到一台藍色的貨車 他還跟我說 藍色的貨車才嚇人 就差沒有把車牌跟我講而已 然後我就 有這麼多年前那一次經驗 那我寧可信其有 然後那時候我開一台國產車 國產車你知道就是鋼板比較薄嗎 剛好介於我 快到我生日的時候 我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去買一台中古車 那犒賞我自己 我就買了一台叫做瑞典國寶的戰車 你知道嗎 那個鋼板很厚那一種 四個兩個多月多 差不多 差不多在十二月左右 快一月的時候 那你知道那時候是冬天嘛 然後就昼短夜場 然後一個禮拜前拿到一個通告 就是那時候叫冒險奇兵 冒險奇兵 曾國成主持跟那個誰 好像王媽麗玲還是誰主持 王麗玲 對 然後我就 早上我就自己開車 要在那個鹿港那邊 有一個不知道什麼館 那邊集合 那早上我就六點多 我就開車出門 那六點多 冬天還是暗的 然後我就往南下走 開開開開 忽然看到有一個閃黃燈 很小 那個車的一台貨車 躺在那個 那個中間車道這邊 超車道的中間 那我忽然這樣 我看到我嚇到了你知道嗎 那他那時候我那個車子手排 我趕快打到那個低速檔有沒有 那種引擎煞車 然後直接拐到 快車道 快車道 我就閃過去 這時候後面一台車 砰 我才知道那個車子 那個衝勁有那麼強你知道 我整台車噴出去 然後整個橫在快車道 我車頭撞到那個什麼 護欄 然後就看到引擎蓋冒煙了 水箱破掉 然後我就整個橫的 橫在快車道上面 然後我就要下車 門一打開 我們會愣得到十幾秒 要下車 對 因為我在快車道 一打開門 要下 左腳剛好一下來 右腳要跟著下來的時候 看到一台車又過來了 我趕快跳上去 跳到副駕駛座 握住 又撞一次 撞兩次 又過來 是從後面過來 沒有 因為我車子是橫著 橫住了 我橫在快車道嘛 那我就一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人下車 他是這樣過來撞 所以我一看到 我馬上跳到車上 握住右邊 你幹嘛又回去啊 一定要跳回去 不然我 他出不去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我出去 這邊就沒有了 因為他的車頭撞到我的側門 我們那邊門檻一定 這邊就沒有了 他跳回去 後來 右邊的門 副駕駛座門一打開 我又從這邊下車 然後一下來之後 我就 那時候交通隊已經有人來了 那種叫什麼 救難的那個有沒有 要拖車那個 我就看到那個師傅跟我比這樣 大難不死 對 他說 他走過來說 你是老家室 我說 剛才你如果沒有一枚 你腳就沒了 我說 那就瞬間那幾秒而已 就差不多你的反應 一 看 刺 三秒不到 而且你還有知道 可以跳到右邊的副駕去 對 這邊有緩衝 你要駕駛座還不行 那個時候跟猴子一樣 那個人 本能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下來 然後那個女的呢 我看到她的時候 她是覺得 她可能一早在開車 那樣 轟轟轟轟的 可能她還沒睡醒 她是這樣 她只要踩到死 絕對殺得住 她是這樣 我還看到她的臉是這樣 那時候我差不多30出頭 那個女的差不多40幾歲 我還看的時候 我嚇一跳 就跳過去 下來之後 然後她就說 沒事 大家沒事就好 那後面已經有巡邏車 巡邏車已經在後面 把所有的車擋住了 然後就開始 這邊就開始救難了 該拖掉的拖掉 然後就拖到我們一群人 就拖到龍潭分隊 把你們一群人拖 不是 因為撞我的那一台 有一個是撞我的屁股 我前面那台翻車 是一台貨車 就是藍色的 藍色的 我們全部回到龍潭分隊那邊 就是國道警察那邊 要做筆錄 然後警察我就說 我有點趕時間 那警察也好 你白雲 還好你是跟警察講 你不是跟嚴羅網講 沒有 那真的 我有點趕時間 你是在 然後他說 因為我不能影響到後面那個 那個錄影 然後就去 然後他就 那個警察也好 我先幫你做筆錄 然後我進去我第一句話 撞我的 撞我屁股那個 是一個醫生跟他老婆 還有一個小孩抱在手上 竟然都沒事 然後貨車那邊有兩個人 那他們人已經在 在那個什麼 路肩那邊了 那等於是我們這一群人 差不多有 有八個人 三個 我 還有四 五 六 七個人 然後全部我們就 到那個警察局 我說 各位 我們今天很慶幸 我們只有車子壞掉 我們人完全沒受傷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慶幸 然後 所以待會兒我們就 依序做筆錄這樣 那警察怎麼樣做 我們就 你還主持 對啊 我主持 不是 好像在撞路那邊 我還要撞路啊 因為我過了時間 我快要撞路 然後 那很正向 對 那警察就 就... 你就簽名 就離開了 然後後來 我是到了晚上 晚上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 我後來那一天剛好 六點多我馬上打電話 當時給我孩子的媽 她剛好有接電話 我說我在那個 南下六十九公里處 這邊發行車禍 那待會兒應該會去龍潭那邊 那個國套警察 他就去 那時候我那個老大還差不多 四 五歲 五歲 爸爸車子怎麼這樣 撞壞了 前撞後撞 整個都爛掉了 只有駕駛艙那邊都沒事 就是這樣 大難不死 對 大難不死 真的 必有後悔 對 後來就整個慢慢發佛 後悔 無事就來了 真的 也是三太子有幫你保備 對